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今天呢 我们主要是要讲这个709 刚刚之前两位主讲人都讲过了 我们走上街头最主要的那个目的呢 是希望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还我们的国家 一个公正公平自由干净的一个选举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大集会当天的经验 基本上709还没有到 我已经在6月30号呢 在俊乐部被警察抓了 警察呢 因为我穿黄色的衣服 就请我回警察局 待了三个小时 开头带我回警察局的时候 警察叔叔告诉我 哦 我是请你回去没有问题 但是录了婆公三个小时后 他要人帮我欠担保啊 要人担保我才能够出去 所以当时我就问他 哈喽 警察叔叔 你现在到底是请我回来跟你聊天 还是逮捕 他说 不是请你回来聊天 这是当家吧 这个是逮捕 各位 我们想讲的是什么 在芝芝港 是一个小山城 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小地方 跟马口的情况一样 但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国阵政府呢 会这么的惊慌 这么怕黄色的衣服 还有这个下一张 我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在马口 今天大家就没有这么幸运看到 那天在芝芝港呢 在我们宴会的门口 就占了至少十个的这个珍报队 加上其他的警员呢 总共大概是四十个人 我想说 我们在芝芝港的宴会 是每一年都举行的很顺利 很平静 很和平的这个进行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国陈政府 最近特别的踏黄色 特别的这个紧张 当然被捕了过后 很多人会讲 诶 张国强 你还敢去709游行啊 我不怕坦白告诉大家说 709的前一天7月8号 当我要上基隆坡的时候 当然一般上如果做母亲 都是很担心孩子的啦 他可能打电话来 也有一点点担心的问 怎么样 开车了没有 开车了 接着我母亲就告诉 告诉告诉 我说 诶 小心一点啊 OK 我就盖下了这个电话 当时我接到这个电话 我第一个时候我想到什么 我想其实不单止 只是我一个人 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当他们告诉他们的母亲 他们要去吉隆坡游行的时候 很多的父母亲甚至是长辈 都很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危 在这边呢 我要谢谢我的妈妈 也希望大家给我妈妈 一个鼓励的掌声 好吗 看到很多华人的时候呢 我想最伤心的应该是 马华工会 还有Ibrahim Ali 因为Ibrahim Ali呢 就告诉我们 你们华人7月9号呢 就要买米 买银钢 买面那边 但是呢 走在街上呢 我刚说至少有三千到五千个 都是华人 另外一个 觉得很伤心 很失望的 是谁 是满华工会 尤其是蔡西利 因为蔡西利呢 在709之前呢 就不断的犯话说 这个机会是非法的 机会呢 不是华人的文化 但是我想说 马华工会 你自己想 自己爽就好 不要以为你的名字叫马华工会 所以你就自己以为 你自己代表华人 我敢说 今天的华人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裔 绝大部分 超过70%的 都不会认同说 马华工会呢 是代表华人的 为什么 这个整个竞选的这个诉求 我们总共有八个诉求 其中一项呢 就是我们要杜绝金钱政治 如果讲到杜绝金钱政治啊 我看 马华还有国阵 很多的成员党呢 都不能够在马来西亚生存 如果不能够买票 没有金钱政治 他们是过不了活的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很抗拒 很抗拒那个 不褪色的墨资 怎么说不褪色的墨资呢 不褪色的墨资就是说 当你投了票过后 你的手指呢 就要挣进去 那个墨资里面 你的手指就会有一个颜色 你有了颜色过后 你一个人呢 就不能投两次票 但是在马来西亚 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有很多人 他如果手上有十张IC 他可以去十个不同的地点投票 而且呢 是很难被抓到的 但是如果有这个不褪色的墨资的话 那个人如果他要投第二张票 怎么办 他要切手指 要切手指 因为把那个墨资切掉了过后呢 他就可以投第二票 但是我想啊 那些能够帮马华投票的 应该都没有这么勇敢 要切手指的事呢 他们肯定是做不出来 所以他们这么抗拒 这个不褪色的墨资